明暗现场拉起封锁线 监视小组来回踩阵气氛紧张 看似普通的工厂竟传出水泥桶石命案 案发地点位于台中神钢大洲路这处工厂 下午一点多工厂二房东在整理厂房 发现一个橘色塑胶桶 飘散出浓浓恶臭味 没想到里头竟然有一具遗体 还被灌入水泥风湿 那间厂房好像都没有再用 然后他们最近在整理才发现 然后发现所有那个水泥把它撬开 才发现所有就是里面有尸体这样的 根据了解死者疑似早在2019年失踪 家属辛吉报案 也被警方列为失踪人口 想不到几年过去死者竟惨遭捅尸 但凶手是谁警方正全力追砌 原判应该是男性 但身份我们还在早上中 跟二房东租的这一个人已经租三年了 警方指出工厂过往租给他人使用 时间约三年多 对方已经好一段时间没付租金 但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 把人杀害后又装入桶内封尸 目前警方已经带回一名女子 列为关系人 不排除有其他共犯在逃 凶手是谁 以及背后动机得等人抓到了 案情才能水落石出 记者联援宾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MING PAO TORONTO